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農業氣象 我是主播彭啟明 這幾天呢 太平洋街很強的 很熱的 沒什麼好 但是現在來看 後禮拜是一個變化 比較有的變化的地方 南海低壓有比較強之處 這個南海低壓可能會變紅胎 但是不會來台灣 大家放心 那另外呢 菲律賓東邊也有勞動會發展 這個是未來下禮拜的關注焦點 花東恆春呢 有一些短暗鎮雨 西部山區午後的局部雷鎮雨 海面的風浪有的時候 比較大一點 請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來看 要注意一下 二期水稻 有一些昆蟲的耗發期 這個貓貓蟲會吃 草莓苗圃耗發炭區病 也是要注意一下 這都是農委會提供的 請農友要注意一下 提供的訊息 現在這個風胎 是熱帶進地氣 現在在越南加 往這邊 可能會往越南方向前進 這裡還有一個 菲律賓東邊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動向到現在還未明 可能是後禮拜 等於是這個禮拜 周末會接近台灣這附近 現在說回來台灣太久太早了 所以我們密靜觀奇變 再靜觀奇變一下 等於是未來這個 四五六開始就有一點變化了 要看這個紅胎 這邊還有很多的擾動 所以最近其實是一個 天氣變化越來越大的 進入九月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們台灣這兩天 都是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偶有山區有些局部正義 都是西半部 但是拜三你看 這本來我講 可能熱帶進氣器 會變一個紅胎 它可能會接近台灣東部 所以可能就有一點影響了 等於是未來這幾天 我們就密切注意它的動態 可能沒有影響 但是可能有些影響 所以這兩天呢 禮拜一禮拜二大概都是多雲很熱 午後有局部正義 最近也要注意喔 這個天氣很熱的 不要中山 還有禮拜三禮拜四呢 開始這個陣雨就會增多一點 因為熱帶性地氣啊 可能會變颱風 可能會接近台灣附近 所以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未來的動態就可以 但是這兩天 比較熱一點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我們明天見 在陣子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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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